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這個歡迎大家來到這個地方 我是看貓麻吉經會的ROCK R-O-C-K-ROCK 我也是OdenROCK 然後各位應該都認識了 只有一點點認識 好不重要 那我們就是看貓麻吉經會 這個大家應該都是透過Facebook的頻道 對吧 然後只有從這邊選擇 所以人都燒散 那我們今天會在做的事情 其實主要就是這個開放原始 相關的做的東西 像這個開放資料 可能會受人的東西 各種領域呢 我們都是關注 那我們主要的最主要的業務幹 就是在協助各地的開放原始 跟開放的社群相關的活動 我們都會幫他們做一些 行政商協助跟產業商協助 所以那 這 大家呢 有些也說我們的捐款 也是有捐這個 我們之前叫三百銷子 後來有人反映說 這個名字開放的情況 所以 我們現在都叫我們一起訂購的捐款 謝謝大家的這個支持 那如果還可以捐證呢 就可以到這個 結果還是強 可以到這個 社群專案 你可以去看 你要捐款給哪些社群 有些社群他們其實有在貢獻 但大家不太給他們就是 反正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先出現有利儲利 那沒有捐款我們也沒有 沒有 沒有傳播的ID 你就可以看一下台灣 哪些跟 open source 什麼關的社群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 基金會做的事情有意義 覺得這個活動 蠻有趣的 或是你想跟我們分享一些東西的話 你可以透過 泰銅 我自己也有替大家理工人很多 那我要去管 就安全了 好 我們今天講的主題就是這個 暗銀見台 就請到這個 哈瑋老師 是一個 老社群 老屁股 他等一下會自己做 介紹說也不多 對吧 好 我們就給你們講師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大家好 剛好 剛剛報導的時候 我會吃文介紹 我在想到 所以我沒有做 我沒有做吃文介紹的動作 真的嗎 那也沒有做 那 裡面去戴口罩 其實講到感度比較不清楚 那加上我們這個人 嘴巴剛剛不大 他講出來有韓語 所以我等一下會聽不懂 或是 中間什麼東西 你會來表解的話 就是一個 當場就舉手報問 因為當場就報問 那 今天呢 就來講 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叫做鍵盤 這東西非常的 非常難 相信大家生活上 過了在任何時候 上班 回家 都會使得到 這個鍵盤 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我現在的 現在 在家裡 在用 那 那 大家都分離式的鍵盤 那 我 從去年 開始 玩這個東西 之後就 掉進去 然後回不來 可是你現在看到 這個 底墊 平的這個 我 我用不了十分鐘 我就想 關掉 我就想把這個 關掉 不然就會看你找我的鍵盤 在哪裡 然後再把它拿出來 那 等一下會講一些 它蠻神奇 跟蠻特殊的地方 它 這一方會 幫助你在工作上 會稍微 加快一點點的速度 加快一點的速度 那 這是我們一般常用的鍵盤 這個叫做104鍵盤 就是它有 104顆爛鍵 所以叫做104鍵盤 就重點 所以 它有幾顆爛鍵 那 一般統稱來說 就會加到是什麼什麼的鍵盤 所以 像這種鍵盤 大概 兩個加起來大概是42顆 42顆 所以這個叫做40% 40% 40%的 40%的鍵盤 它這個加起來是76顆左右 所以我們就加到70%鍵盤 所以你想要找 所以 如果你在網路上 它有60%的鍵盤 那它大約是60幾個鍵 就這麼來 所以這越來越大 它常常分布 但是 這叫104鍵盤 是我們最常用的 它 紅色膝蓋應該還蠻常用的 對不對 上下九個 這中間這個 讓我們不用說 一定都用得到 數字鍵應該都排 有時候也會再用一下 對不對 雖然也有時候 可能打上面那一排數字 但 如果你真的需要 數字或是你做 會計的話 也會需要用到 白色那一個區塊 應該也還沒有問題 對不對 好 藍色區塊有在常用的 什麼 有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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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呢 在這整個104顆按鍵當中呢 你最常用到的呢 其實就是中間這一塊 然後偶爾用到右邊這一塊 那上面這個 上面的區塊呢 一年大概用到幾次 一年大概用到幾次 所以 其實這整個鍵盤這麼大 你會用到 不會只有 你最常用的功能 就是你最常用的功能 所以當這個鍵盤縮小的時候 就不一樣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鍵盤 這基本上很簡單 但是 如果你想 要玩這種鍵盤的話 你之後 都會很 你真的會認識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 肘 這個很簡單 這個東西叫做肘 這沒什麼問題 就是像 今天帶這個叫做肘 你按下去的時候呢 上面那個叫做鍵盤 它會走 它是一個電子離鍵 它電子離鍵的符號就是這樣子 就是左邊這樣 上面叫做開啟的狀態 下面叫做導通 所以你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變成下面的狀態 你放掉的時候 它就變成上面的狀態 是這樣 就是開啟導通 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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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凱克斯 就這麼簡單的原理 如果你多按幾個鍵呢 就是同時有這個點導通 這個點導通 就是你通過一個按壓 所以基本上在電路上來說 就是 實際上就做了 不過基本上的概念就是 導通 導通 就這麼簡單 那這個每個點呢 就是一個軸 就是一個軸 就這麼簡單 好 那基本上開於鍵盤的組成的話 就是 這幾個字大概可以 大家可以認識一下 最上面這個 這個叫做鍵盤 那這一支呢 它的鍵盤是灰色 所以鍵盤我們就不一樣 然後第二個叫做軸 就剛剛提到的 這個部分 軸有分很多軸 紅軸、金軸、茶軸、綠軸、絲軸 每一個軸它按壓的力道 跟它的聲音都不太一樣 有些是 我們叫做重手 就是你按 鍵盤無力板很大的力道 它有些是輕軸 所以輕軸就適合 叫做 叫做紅軸 或是茶軸 輕軸比較適合黑軸 那重軸的話就適合什麼 輕軸或是黑軸或是什麼軸 那每個軸它的克數 它壓上去幾克 然後跟它的有沒有聲音 像這個金色這個 你可能聽不到它的聲音 聽到嗎 這個紅色 紅色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大聲音 那這個聲音其實它是有意義的 就是當有聲音才代表你按到這個按鈕 有聲音才代表你這個按下去了 那紅色這個叫做線性 就是你一定要按到底 它才會按下去 所以你一定要按到最下面 才會知道這個按鈕可以按下去了 可是這個有聲音的話 是聽到有聲音就代表你按到 所以你其實不用按到底 它就有聲音 你可以來按按看 這個就是 你聽到有聲音代表他代表他按下去 然後我之前 也不喜歡這種很吵的 所謂叫輕軸 然後說這種很吵的軸 很吵的軸 當初也不喜歡 可是我後來試用 後來有一次去買 老闆太光 就是說只是這個 只是這個金色 然後你要不要 然後跑跑去試一下 就把它來試一下就用 就一用之後他就把牌上了 牌上了一種神性的手 不是因為他很吵 而是因為 這樣下去你就知道你能按到 然後就放掉了 你不需要去壓到底 你不需要讓你的手指頭去壓到底 你會很自然的 聽到聲音然後就放掉 聽到聲音就放掉 你會知道你按到這個按鍵 然後再來是叫做定位 這就是一個空平的壓克力 叫做定位板 然後接下來是電路板 還是電路板 然後最後是一個頂 那定位板在 大家如果進去 可以看到中間這一層 這個叫做定位板 這個蠻重要的 有時候它很重要 那還有其他一個 控制IC 控制IC就是去掃描 剛剛叫的矩陣 哪一個點被按下去 就是控制IC在負責 那控制IC裡面會燒入一個 認定位板 就當做鍵盤 你把這個認定燒進去之後 這個控制IC就變成一個鍵盤 就這麼簡單 然後通常外面還有一些電子零件 基本上概念上就是這樣 那我是怎麼樣 走 我管理人體工學的鍵盤 那個還蠻久的時間 我好像久很久的時間 就用我這一支鍵盤 就叫做Laser Ergo 311 它不是三十一個鍵 它這個點白叫311 我大概是 國中之後我沒多久 我就用了這檔鍵盤 它已經是 我在那時候就已經開始用左右分離 所以叫做分離式鍵盤 所以你的左右稍微分開一點點 它中間是一個觸控板 滑鼠的觸控板 還蠻好用的 你可以在那邊開開 你可以用拇指去按壓上下停留 然後用拇指去做發發出的動作 所以你手移動的距離距離上還蠻小的 所以這把 不過這把鍵盤很大 它大概這麼大 很大 很厚很重 但是這把鍵盤真的做得不錯 我後來想去買第二把的時候 就載你不到 後來就停一場 然後劉新用了這把 微軟的這一支 這一支也蠻大 有人用過這一支嗎 都沒有 這 太老了 太老了 這支現在還蠻難道 還蠻難道 他被我用很髒而已 但是我之前家裡真的有 他蠻大的 然後他的體質做得還蠻不錯 按壓的時候呢 基本上也蠻舒適 這支入圍還蠻推薦 但他唯一的缺點就是他太大 他比你的體面還蠻大 就是占掉你的桌子大半個空間 基本上 可能就大概說這個桌子這個角度 這個包圍大概就沒有 所以他蠻大 然後 後來那支都到底一定要 為什麼壞掉呢 因為奶茶倒進去 然後上面都有之後 那個按鍵就 六那個按鍵就開始 按壓 按壓沒有感覺 不會用 然後就想說我們再去買一支吧 可是這支配銀 這支大概要三千歐塊錢 三千歐塊錢 補品 他想說有沒有替代方案三千歐塊錢 實在太貴了 就去買了這一支 這一支大概是一千出頭 變多一點 跟剛開始還蠻像 大概很像 他們體積跟大展幾乎都一模一樣 但是這支超級難用 難用到爆 我一個一個把他丟掉 我就站不到 他的 按鍵按下去的話 不是會卡住的 MAXIMA有新的 他按下去會卡住 是這樣 然後 由於立刻思考說 我下一支要怎麼建 那 我下一支又買回微軟的這一支 這支是無限的 然後他的 他的數字間是分開的 所以他這個按鍵數 大概佔了70%左右 那他的配置 就是他的配置 跟他的那個 任理工學做得都很不錯 非常好用 我用這支的時候 打是打超快 可以打中文打超快 可是這支唯一的一個缺點就是 他的按壓的那個 軸啊 你按久的情況下 你手指會痠 你打很久打很快 那時候 我剛才打一整天的刺激 打完之後 我回家的時候 手指是痛 不是手把 是手指是痛 因為你會去碰到那個 因為他很短 他心裡很短 你會去壓到那個 那這支 這支是我之前 我之前 離我最近的一支 的理工學 但是這一支 對我來說 有一個 刺激的缺點 非常的刺激 就是 我上班的時候 我是左手使用 軌跡球 下班的時候 呢 右手使用滑球 你就分開 注意到自己的肩膀 舒適一下 所以這支是我上班用 我上班的時候呢 我左手 你想想一下你左手按壓 這支就是軌跡球 你左手摸著軌跡球 不要理他 因為你是來工作 你希望工作手 給快一點 所以你要很快去選取 一個東西去複製 然後貼到另外一邊 所以複製跟貼上 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然後複製叫做Ctrl-C 按鍵按到比較快 貼上就用Ctrl-V 這支在按Ctrl-C跟Ctrl-V的時候 這支在按Ctrl-C跟Ctrl-V的時候 我會把 右手移到左邊 按Ctrl-C跟Ctrl-V 因為我左手摸著軌跡球 那這時候呢 致命傷在這邊 這邊會孔 你的手會整個折過來 因為你要按到Ctrl-C 跟Ctrl-V的時候 折過來 然後去按Ctrl-C跟Ctrl-V 那有很不強的呢 這支的中間比較高 它是有些局面型 它中間比較高 所以當你手移過來就算了 你還要把小拇指翹起來 從那個翹起來的狀態 這樣子去按 所以我這個手法來說 是非常不舒服的 我大概按了幾次 我就有點受不了 因為我要一直比方按Ctrl-C Ctrl-V要按主軟的頭項 然後按的時候變成是翹起來 如果是平的鍵盤也還好 可是我要翹起來 所以這是我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就在思考說 我想要找一個 右手Ctrl-C跟Ctrl-V的方法 就是我想要找到 然後 這支鍵盤這樣就被我 收起來了 就收起來了 因為我開始用這種鍵盤的時候 這個就收起來了 偶爾拿出來用 但是 就是很少的用 那我當時就說 我訂一個人體工學的鍵盤 要做什麼 然後我就開始在搜尋 比如叫做開圓的 開圓的鍵盤 那有一家產品叫做Ragodax EASY 應該有人聽過 Ragodax EASY 大家都長這個樣子 那 另外一支就是 這兩支 是目前 人體工學鍵盤裡面有的產品化 所以它是分離式 然後有產品化 有人體工學 卻還不錯的 那 可是這兩支的售價 週五便宜 都將近一萬塊 週五便宜 所以真的過便宜 那我就想說 那我要有人體工學 我要左右不連貫 最好我還可以自己換週 因為我聽到說 我那時候也聽到說 X週紅週什麼好玩 我也想試一下 然後我工作 我需要擔作器跟Ctrl-V 我還在尋找這樣的方案 最後我就決定 那我來自己做一個鍵盤 應該是 滿簡單的 不難的 所以開始做了一些研究 那這支是很經典的 Earthordox 這支是非常經典的 開圓鍵盤 它是開圓 然後它是左右分離 然後它也是分離工學 然後 它也可以自訂走 然後它可以 我就從這支開始去搜尋很多文章 發覺它是可以全 全配置 就是鍵盤可以自己配合 我那時候是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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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可以把右手 弄一個卡座跟C 跟馬竹丁 那我來做一下 我開始在搜尋完 我們知道怎麼知道 然後去自己 自己要去 抽一些零件出來 開始要進行 Earthordox 那這些東西 都是在淘寶買 然後 你可以看到 本來有不少零件 然後可以開始做 開始研究鍵盤 怎麼做 然後這是 阿頓路的程式 因為它 你在測試的時候 就用阿頓路去做 就說一些程式 寫一寫 然後 盤區域把那個 按鍵做編號 然後把這個 編號寫在這邊 就 按鍵1是A 按鍵2是什麼 然後就把它寫在 然後收到很穩裡面去 而且它真的可以用 真的可以用 你既然電腦上去 電腦都還真的出來 然後 這支 左右手 它還是藍牙的 就是它的左右手是 不需要用線黏在一起 像這個是有線 我的左右手是藍牙的 然後這中間那樣是 電腦跟接地 那其他 然後那條USB線是接到電腦 然後還接那個搖桿 因為它畫圖不用在那邊轉轉轉 然後就 欸這好玩喔 做得快成功了 這支就 做到這樣快成功了 然後我就停了 這支就 就是在剛剛那一支 我的ERVODOS 就做到那個樣子 那為什麼會做到那個樣子呢 因為我發現一個 鍵盤的開運的新世界 這個開運的新世界就是 那我走到這一塊的 的過程 所以我的ERVODOS 就是最後就做到 在我講這樣 然後就畫在家裡 就在你那邊去動態 因為這個 這個這麼漂亮 我幹嘛去做這個 然後這個東西 相對的話很簡單 這個我們還比較簡單 我比較簡單去做 因為這個 連層次都不用洗 那 會帶有進去 台語鍵盤的 那一支鍵盤 叫做ERVODASH 就是 你想看到這一支 就是ERVODASH 我當初看到 網路上的圖片 就是這一張 然後它就深深的吸引我 說 哇賽我要這個鍵盤 我就是要這個 太漂亮了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 就是 我的腳叫太屌 太厲害了 所以我就是要這一支 我就開始從這個方向去尋找 ERVODASH ERVO什麼 什麼東西 就是這一張圖 吸引到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做這個 我就是要做這一支 我就一定要完成它 然後 從ERVODASH 開始研究 它是 很明顯的 它一定有硬體 它一定有軟體 所以它硬體 會不會太行 沒關係 那我先研究軟體 我先找個看 它是用什麼軟體 當作 我當作驅動程式 你那軟體是怎麼樣玩 我可以先研究一下 所以我就開始去找 所謂的 ERVODASH的軟體 那最後我發現一個叫做 TNK QNK的韌體 韌體 韌體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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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於密體跟軟體中間 那個 那個 驅動程式 我們通稱為韌體 大概是這樣 所以叫做QNK的韌體 然後再從QNK裡面 開始去找 所有的資源 然後就發現了 QNK是一個非常 放的開源的鍵盤韌體 非常棒 然後 如果你有興趣 走到 你有興趣想做這個東西的話呢 你就直接從 QNK開始 就好 其他東西都 不用管 因為它是Open Source的 然後它還在修改 它已經穩定了 等一下我會示範一下 怎麼從QNK開始 去完成你的鍵盤 我會示範一下 什麼叫做開源鍵盤呢 它就是 開源的硬體設計圖 你可以拿到硬體設計圖 它是開源的 然後 它的PCB layout 你可以自由下 換送 然後 基本上都是在Github上面 那他們使用這個 開源的 硬體設計圖 軟體叫做KeyCat 所以也是 這個軟體也是開源的 所以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下 都不用起來 然後 QNK本身也是開源的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下 把它燒入 變成米耀的 一鍵盤 然後把它燒進去 那在QNK裡面 有非常多東西 有非常多鍵盤 以ERBO開頭為 就是人體工學系列 還有很多 其它當2266 很多人七八糟的鍵盤 一大鍵盤 那在ERBO裡面 有這些 這些這麼多這麼多鍵盤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去找QNK Benware 點進去 找QNK Benware 點進去 找QNK Benware 找QNK Benware 找QNK 找QNK 這是文件 這是文件 這就是QNK Benware 然後 你要怎麼開始呢 基本上很簡單 你看 它所有 開源的鍵盤 都在一個目錄 叫做Keyboard 這個 目錄裡面 那這下面有什麼東西 你都不用管它 你都不會用到 你就找Keyboard 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 這裡面是所有QNK Benware 支援的鍵盤 這麼多 超幾多 裡面很多 你慢慢去找 看哪一個是你要 你可以慢慢一點個人點 我隨便點 我隨便找QNK 我找我之前用QNK 我找我之前用QNK 我剛剛講QNK QNK 那你點QNK之後呢 它裡面基本上 會有說明 然後一定會有 都基本上都會有 完全的討論 所以你可以看 可以來知道 這個鍵盤是不是你要的 外觀可以在這裡看得到 然後它會有些說明 那你要看什麼 第一個是看這個 Maintainer是誰 然後它可能會有 1號的帳號 你就可以從這個帳號去找到 開明的硬體設計 硬體設計就可以找得到 然後它這個背樣 你就可以看一下它的說明 然後 PC表 好像有 這麼多 這麼多 這每個鍵盤 如果是 譬如說這個 我隨便點進去 然後你就像這樣吧 你看 你看 這個就是它做出來的樣子 所以你看QNK 就知道它做出來 是不是長什麼樣子 那 這個東西就是 是不是你要的 大概就可以知道 然後還有一些 無視耳狗系列的 那些很有趣的 像 長這樣 這個鍵盤就長這樣 就兩顆鍵 兩顆鍵 如果你要問你要兩顆鍵 你先來 你就去找誰 你就去找誰 那 那 考你一下 兩顆鍵可以打出幾個字 它有什麼 兩個字 四個字 三個字 蛤 大聲有沒有 八個字 三個字 蛤 三個字 三個字 好 兩顆鍵可以打幾個字 我給你看 呃 D做 看D做 啊 看這個 不行不行不行 看這個 打出一個表情符號 兩個表情符號 3個表情符號 4個表情符號 5個表情符號 6個表情符號 很生氣喔 等一下我會變成他怎麼做 很簡單 所以兩個按鍵 他就可以去送出很多不同的訊號 然後他可以直接送出像這樣的 圖形或者是表情 你可以貼式滴 這些東西你都可以自滴 所以像你在Q&K 在這個Famware裡面 去找Keyboard 去看每一個 一個一個慢慢去點 比如說9T也打開看一下 他長什麼樣子有沒有圖 做出來就長這樣 就這樣 看一下他有沒有P號 他的Maintainer有沒有P號的帳號 或者是你可以拿到 那個硬體設定 如果他沒有公開 那你當然就不能自己做 但是他也是Open Source的 你才能取得這些資源 所以從Q&K 那邊找鍵盤 這麼多慢慢找 真的慢慢找 有些沒有圖片 有些點擊力他也沒有圖片 沒有圖片可能看不圖就算 就跳過這樣 就去找別人 那每一次你都可以自己去做 好 所以你就從Q&K的下面開始去找 那我那時候就從EcoDash 開始去做 去實際去想說 他怎麼樣把它做出來 那我就去下載這個 開業的軟體 KeyCat 電子電腦 然後去他的DHUD上面 去把他的軟體 下下來 這是我做成 做好EcoDash 那這個是用太豪的鍵帽 有聽過太豪鍵帽嗎 沒有 太豪鍵帽是台灣 非常大的做鍵帽的產商 非常大 他們非常有名 很多世界知名的鍵盤都是用太豪鍵帽 他們是台灣的產商 所以在那個市政府那邊 他們剛剛是在市政府那邊 去過也是還蠻好的 所以你們可以支持一下太豪 台灣是來個小碗 不過跟我們沒關係 太豪了 這是台灣早上 台灣的鍵帽早上 我們做蠻好的 那我們做蠻好的 那 那因為這鍵帽可以換好 所以我最後一把他看 有種紅色 這是那個Darky的鍵帽 Darky的是我們種紅色的鍵帽 還蠻好的 然後Q&K這個Famework 他就是open source的 鍵盤滑鼠刃子 他就是鍵盤滑鼠刃子 他就是鍵盤滑鼠刃子 他的光網 剛剛有許大家看過 他也有文件 他會告訴你說 怎麼樣去便利Q&K 你要設定哪些東西 你要怎麼去弄這些東西 那Q&K裡面還支援 鍵盤滑鼠燈光 音效 藍芽控制軟體 這些東西 他裡面全部都有 那只是你找不找得到那個硬體 你找不到 比如說你要去接藍芽 那你找不到那個藍芽chip 你找得到的話 就可以把它接上去 非常容易 所以剛剛講過 你就從Q&K的 就是這個 鍵盤裡面去找你要的東西 那還蠻好玩的 那在開源鍵盤的架構裡面 大致上來說是 就是這樣架構 下面一樣是所謂的鍵盤矩陣 然後左右各有兩個Adenno Hall 就在後面 左右各有兩個Adenno Hall 然後你把Q&K燒進去 兩顆都直接不用分左右 你燒的時候不用分左右 只要把它燒進去 然後用一條這個叫做 TRS的線 四環 1234 這跟耳機不一樣 它是四環 四環然後把它接起來 然後 會有一支是主手 主手就是接電腦的那一支 比如說左手是主手 還是右手是主手 那如果是右手是主手 那就是 右手的Adenno 把它接電腦 就 基本上就是可以用 非常簡單 我們大概試一下 怎麼樣去完成一個Q&K的鍵盤 那 比如說我最近在 最近在做的一支叫 是這一支 已經做到很難做完 它叫做Sophie 它叫做Sophie 然後它是 它是可以接MX軸 這個叫做MX軸 然後也可以接矮軸 這個叫做矮軸 這兩個都可以接 然後它是熱插板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 隨時把它換成另外一個軸 追上去 然後就可以用了 不用焊接 不是不用焊接來的 它有一個熱插板軸 在底下 把那個軸做弄上去 你的軸就不用焊接 你可以隨時換一個你想到 你喜歡的軸 來一次叫做Sophie 然後如果你是找Sophie 你找收起Keyboard的時候 可以找到這個 它的KeyHub 它的KeyHub裡面 一定會有圖檔 可以看一下 會有所謂的PCB 然後它可能會寫文件 然後還有 它的設計 然後它的外皮 鍵盤外皮擋 你去看一下說 這些東西是不是一樣 那 一般來說 第一個部分都是去洗電路板 你去把這個電路板洗出來 那 開源裡面有好處就是 它連電路板的檔案都給你 所以你去找 你這個 點進去 它有分三塊 你可以看到 它這其實有三塊 它這三塊就是電路板 這個叫定位板 它就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你把軸插進去 軸就不會歪掉了 所以叫定位板 那中間這一層是電路板 那下面這個是這個底座 它這個底座也是用PCB的材質 那 譬如說它 給你一個PCB 然後你就去找一家 洗PCB的 不一定要這一家 你可以去找 你可以去找 你看看它的價 然後我大概示範一下 基本上你登入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功能 叫做 上傳 這個 然後你就去選擇 它的那個 它的這個電路板的檔案 然後選完之後就等一下 然後它就有一個預料 但是它現在破圖 不過沒關係它就是 它就是破圖是沒差 因為它只要沒有出現錯誤這樣 然後你只要告訴它你要 其它東西就不用改 它其它所有選擇 這樣 它就是破圖是沒差 都不用改 你只要告訴它你要紙片 別說它紙片 一個鍵盤是兩片 然後你看你要做這個 你可以做到這裡 然後選擇到你的護流 然後其它東西幾乎都不用改 然後看你要什麼顏色 看你的電路板要什麼顏色 然後這個一個價錢 然後你把錢塗下去 電路板就到你手上 你不用完全不用去 開Tent 去修改什麼電路板 都不用 對 這是開圓 開圓就這麼多人這樣 但是有些 有些 E-Harmor上不會 會沒有這一個 沒有這個檔案 你把HeatCAD打開之後 去Google所有學校 把它自動產生就好 產生方式也很簡單 你也不用去改這個東西 就是在File 你去把Export出來 然後去選擇這個檔案 然後基本上出來之後 就上傳到PCB生產的廠商 廠商那邊 然後就完成了 所以電路板就到手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從Ghub上面去找資料 都是你要自己設計也可以 就是從Ghub上面去找 開圓的檔案 拿到他的檔案之後 去上傳到任何一家的廠商上面去洗 那我之前有遇到一個問題 也是 這個叫做定位板 你看他上面很多洞 就插這個 這個第一片的定位板 那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很細 這個地方超級細的 有些廠商做不出來 有些廠商會跟你說 這個地方要斷掉 那他跟你講話斷掉 你就換一家就 就不用擬家 因為他會說 你這個會斷掉 你要加粗一點 可是我會 我就不會改電路 你要怎麼加粗一點 換一家 換一家去洗就可以 那洗完電路板之後呢 你就是去購買這些零件 那基本上零件你不躲 那就是二級體 然後走 二級體 走 看你要怎麼走 你就去買 然後一片就一個圓 然後這個連接線 跟這個連接座 開一個reset button 就這樣 最基本的連接就是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把自己的接盤做出來 那所以你在看這個圖片的時候 要看一下 如果他有些動表 可以看一下他沒有用些什麼引擎 那如果 不知道怎麼找到 可以問我們 好 所以你只要把電路圖造定都OK了 那這就是KeyCat開起來的那個 那個樣子 就是每一個鍵盤 他的他們的設計 這個圖片 就是你連這樣子的 你連這樣子的開圓的設計圖都可以拿到 那如果你想要修改的話 就是你修改的時候 記得再把它開圓出來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研究一下 他這個鍵盤是怎麼設計 但是其實你去看都大同小一點 那 這是PCB的 PC 就是剛剛那張設計電路圖 然後去把它轉成 PCB之後呢 會是長成這個樣子 那這種東西 你也完全不用去動 如果你有興趣 就要去研究 沒有興趣的話 就直接把它上傳到廠商那邊 去洗PCB出來就可以了 那如果 你稍微深入研究一點的話 像我爸爸就會去看說 我這個 我看這張圖 我大概就知道上面有哪些人件 然後就知道說 我大概要哪些東西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就看這張圖 大概就知道 但你比較熟悉一點的話 就會比較了解 所以 這東西到底好不好用 就是等下看 那個 同事看到我就用這個鍵盤 他就說 你怎麼這麼窄啊 這什麼東西啊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現在怎麼解釋 這個叫做什麼鍵盤 就是我的鍵盤 是喔 是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做的嗎 幹嘛留我朋友一起做的 因為 我在他們的印象裡 就是一個工程師 你是跟你的朋友一起研究的嗎 沒有 就是 我自己做的 所以這個到底好不好 而且你看他的按鍵書 只有70個鍵 比較少 這個只有40個鍵 那這個東西 就是他左右分離 就長那麼開 那你變成 你在打的時候呢 你本來習慣是這樣 對不對 然後你現在開始這樣 你現在可以開始這樣 然後甚至 盲打很重要 就是你管 你一定要有盲打的技能 你才可以用這個東西 不然你要按這樣的話 你會不會習慣 如果你會盲打 你盲打是ok的話 基本上就這樣 這樣打是沒有什麼問題 像上班公司 那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 好不好用呢 好用 但是 有一個前提 就是 你一定要花時間去調整 調整 它裡面的東西 它因為它有非常多功能 你要去 設定一些東西 把它調成最適合你的模式 然後你用起來才會覺得很好用 因為它全鍵盤都是可以自定的 所以 所以 這一顆是ent 我的ent 這顆是控板 這顆是3組 我的3組 我的3組就是沒有在這裡 然後我的3組在這裡 所以我的控板就這樣直接按 然後ent 也會這樣直接按 所以 你想要把ent放哪裡 都ok 都沒有問題 然後 然後 所以 我有說過一望的 我見識 好 這一顆 這一顆是 按一下是 大括號 中括號 按住它會變成 按住它是 按一下就是 中括號 所以 這個是 你可以去 對於配置 那這顆大顆的叫做 Ctrl-C 就這一顆而已 所以我Ctrl-C怎麼按 就是這樣子 怎麼樣 我照顧子移過來 然後按一下就是Ctrl-C 然後Ctrl-V 你有沒有看到 我按完囉 Ctrl-V 就這樣子 憲哥 這就是我的Ctrl-V 所以 Ctrl-V Ctrl-V 就這樣 所以 非常快 只要後面有些 影片 它 就是虛擬鍵盤層 它也可以支援 一個鍵盤可以支援16個 虛擬按鍵 所以16層的虛擬鍵盤 然後還有組合鍵 常用總換 本項圖4 然後這時候跳舞按鍵 那剛剛有提到兩個按鍵 那個可以按出 六種圖4 對不對 那個就叫做跳舞按鍵 什麼叫做跳舞按鍵呢 跳舞按鍵就是 1 12 123 1634 16340 163406 這個叫做跳舞按鍵 你按一下跟按 跟你連續按一下跟你連續按六下 是不同 不同的功能 所以我按一下會出來 就講什麼事 我連按兩下會出來兩個 不是 會出來另外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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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做跳舞 他就是 很像 他就 一同一個按鍵 就會有不同的功能 所以這時候 Q&A內鍵 就給你免費的東西 都不用自己去收 都不用自己做 就看別人透什麼的那種台 然後馬上過來 自己修改一下 就可以玩了 那用過的人 基本上 都會怕 他們都會怕這個健康 為什麼怕 因為他說太好用 這個東西 外面用不到怎麼辦 我上班可以用 我下班就不能用 那那怎麼辦 如果我家裡可以用 可是如果上班不能用 有些 有人跟我說 他上班的時候 桌上要一個 然後機板裡面要一個 所以他覺得這兩個 對他的負擔太大 他不要 他說這很好 可是我要玩兩個 三個 我受不了 所以他會怕 所以我工作外包 家裡外包 家裡外包 到底要有幾隻 像這個我有兩隻 然後這個我現在有一隻 然後還有另外 還有別隻 還有這個 這隻正在做 這隻正在做 就是做好的時候 應該會取代家裡或工作 對 好 準備好了 這個就是我工作 工作的桌面 就是把別人架刀 讓你脖子舒服一點 只留一顆 只留一顆正中央的螢幕 不要讓東西去轉動 然後讓手分開 然後上班的時候就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 看是這樣打 就是這樣打 就是這個77 不要難解 好 在家裡的時候呢 也是這樣用 就是端體式的好處就是 你的手不需要再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長時間 你可能習慣了 因為其實 其實有 我會跟你說 這樣子對身體不好 可是其實我可以跟你講 這樣子對身體不會馬上不好 它會慢慢的 讓你變不好 所以你不會一下子 感覺到 不會 你只會再用一年 兩年 三年 十年之後才會開始痠 可是你有時候已經來不及 傷害會已經造成 所以就拉開 然後讓你自然 雙手自然 我看過人家說 人工學是 你站起來的時候 雙手自然滾下 然後 把手舉起來 這個高度就是你 這個高度 然後坐下來 你坐到椅子 你坐到這個椅子 這個椅子 我就這樣子 坐下來 那你坐下來的時候 這個高度就應該是 你桌面的高度 或者是健康的高度 只要稍微高一點 你就會這樣子 不自覺就會這樣子 然後 有些人說 那我就 那我就用高一點 那 你弄太高的時候 你腳會領地 你腳會領地 你只要踩不到地 就 你的下半 身就會 下半身 下半身 下半部就會不舒服 所以 你回去可以試一下 站著的時候 手舉起來 然後坐下去 就 手不要抬起來 然後坐下去 然後看一下你的桌面高度 在哪裡 跟你鍵盤的高度 在哪裡 聽說這是最舒適 回想你這具 肩膀可以放送的一個姿勢 好 那 那 那用這個鍵盤有什麼 好 很快 你看 看到嗎 那 因為這個鍵盤也只有那麼小 所以你在 你的手在移動的時候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最小移動的狀態 你看 我就在那邊按 然後我的手 如果你用一零四鍵盤 你要 你的手 你的手會整個移動 因為你要去按別的按鍵 可是你用那鍵盤 就只有這些可以按 所以其實你也不需要動 你就在那邊 就在那邊一直按 那 了不起是轉一下 轉一下 轉一下 就這樣 就這樣一直按 你看 你可以看到我在打中文 然後 但是你注意看一下 最上排 我沒有按到最上排 對 我解釋了 等一下 後面沒有 所以你在使用上排的時候 它可以讓你的手 幾乎是黏在鍵盤上 打到一個最小的動的狀態 這是剛剛介紹的 右手的複製會貼上 所以我一般在使用的時候呢 我就只要壓一下 然後它自己就貼上 然後藍色那一顆是我的Enter 所以我先按一下Enter 然後按貼上 就這樣 我的手基本上是 完全沒有動 這很符合我當初要的 就是右手的複製貼上 這是我當初要的 你可以去找到你想要的 功能是什麼 你覺得在工作上 哪些健康配置 是你需要的 你去把它 你可以把它組織起來 好 這是我打 就是我用這支鍵盤打 中文的 有時候 我是那麼大 你能看到我去按這個鍵 按這個鍵 然後去選生物 所以我沒有按到這上面那一台 不需要這上面那一台 我把所有的鍵 我最需要的那幾個按鍵 都移到中間的位置 全部都放在中間 所以我旁邊那個區塊 很少會去按到它 我連那個 2 按 是在9跟0 按 注意到什麼位置 我都把它移到小拇指的位置 我把他移到 移到 這邊 或這邊 你看我在連續打 兩隻手在打動的時候 最上面那個卡 我完全不會去按 然後我整個工作的地方都放在 我手指 動就可以碰到位置 我只要指頭這樣抓抓抓抓抓 你看我動作很像在抓抓抓 我就用抓抓抓抓抓抓抓 然後直就打了 那這是他的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表情小故事 所以你可以把表情小故事 直接弄在鍵盤裡面 然後就可以打一般的1234 或者是把它變成 表情小鍵盤 就很好玩 你可以內鍵你要什麼樣的表情 在按鍵邊 然後就可以按按按按按按 然後我是按了那一顆鍵 它才會變成表情故事 所以它是另外一個虛擬按鍵程 我放掉的時候 它就會跳回原本的數字 那你可以把表情故事 直接放到第一層 那還有它功能就是 比如說長按跟短按 就剛剛提到了 我按一下的時候 這個按鍵是原本的功能 按一下是Enter 然後按一下 按住它變成Ctrl 按一下它就是Enter 然後按住它變成Ctrl 所以可以Ctrl-C跟Ctrl-V 所以Ctrl跟Enter在同一顆鍵上面 但是按壓的方式不一樣 它會有不同的效果 然後Shift也可以這樣做 所有鍵都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把它Shift up 然後再Delete 所以都在同一個鍵上面去做複合的動作 那你自己習慣你自己的Page 我說為什麼會很允許 因為別的鍵盤肯定沒有你的Page 也沒有你想要的東西 所以這是它的 這個 有人跟我說 這個Armino很Low的等級 可不可以拿來打電動 就打給你看 這下就是打電動 它會打電動之後 我會同時按壓兩三個鍵 這功能都是沒有問題 就是我看它前進 然後跑步 然後小目次在按Shift 小目次在按Shift 然後這個是控買鍵 就是控買鍵 為什麼它叫 在打一些槍戰演技 就要跑跑跑 然後WSAE 就這樣子 所以打電動來說也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OvenSource也是很奇怪的東西 就是開源的話就會開始做一些很奇怪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有時候 它就有燈光的效果 像它空間的燈會變 空間的燈會變 空間的燈的顏色是會變的 然後你可以用鍵盤去控制這個燈光 它可以關掉 它也可以打開 然後 還有一個底燈 底下的燈 跟背光的燈 這樣就分開了 這個是背光 然後一個是底光 然後 背光還可以調亮度 這些都是 Free 你也不用自己去修改 你也不用自己去寫口 用設定檔就可以做 然後 這個是底光 然後 底光還有分 很多不同的模式可以選 就是別人貢獻的Source code 所以你都不用自己去研究這些東西 那還有很多不同的迷紅跟模式 然後 就還蠻好玩的 剛開始做的時候 有挖了一下 其實大概是會玩 我會玩一下 然後 這都是 open source open source 升級的地方 那既然它是開源的話 就會有很多 衍生的版本出來 那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有幾個朋友 就 用ERGODOS 為主 下去開發 ERGODOS TW 這一支 是台灣 台灣的人自己去設計出來 台灣的兩個朋友 他們自己去設計出來 然後 然後 他們去生產 沒有生產 就是去把這個零件 湊出來 然後這BCP洗出來 就是過程 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BCP把它送場洗 然後零件湊出來 然後就可以 你就可以去自己 組一個自己的鍵盤 那這是他們兩個自己去設計 他們叫ERGODOS TW 如果你有細節的話 就可以去搜尋一下 然後 這是日本人設計 叫做NBG60 它是 它是很像的 我們裡面的60%的鍵盤 但是它是左右分離 然後上面的鍵盤是Ti 那分離無分離 這是有限的 分離無分離 你可以看 你可以自己去左右 把它分離 左右分離的 距離有多大 然後像這個鍵盤 叫做直列式 我們一般用的鍵盤 是像我們交錯的 那你剛開始晃出來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不習慣 你會發覺你按不到 按錯 你會發覺你只按錯 沒有關係 這樣一個訣竅 你把你手指移動的距離 縮小 你原本要移動到這邊 再移動小一點點就好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最近距離 所以你原本移動的距離 其實是更小 你手指要這樣抓抓抓 結果這樣就可以 按到按鍵 然後這是MEDDOS的背面 這是我做的EgoDash EgoDash 然後這是EgoDash 有腳 有腳 就是像這樣子 有這個螺絲腳 它可以去調高低 它這個鍵盤 跟它裡面的東西 都是 都是我弄的 然後這東西 全部都在 我們都可以很輕易的找到 像這種鍵盤 叫做DSA DSA鍵盤 你等一下如果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鍵盤是有高 就有幅度 一般的鍵盤都會幅 這邊會比較高 因為你手指在用的時候 這邊離比比較遠 所以這邊會比較高一點 那這邊會比較低一點 鍵盤不是鍵盤 是鍵盤 所以你可以叫我們 比較快拉到的鍵盤 這是一般的鍵盤 那這個是叫做DSA DSA就是它整個是平的 它的鍵盤整個都是平的 所以它會 在小鍵盤上面 會建議你用DSA 它會比較好看 那高中上有換什麼DSA 然後Cherry OEN 一大堆 那如果你沒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朝這個方向去 去玩 所以鍵盤也是另外一個 很有趣的世界 那這是 也是一個日本人設計的 這個40%的鍵盤 叫KONI 就是這一支 那這個鍵盤不一樣 KONI的鍵盤 那因為日本人 他們打字的時候 不需要1 2 3 4 5 他們很少會去打 因為他們不需要打注意 所以你會發覺 很多國外或是日本人 他們在做鍵盤的時候 他們會把上面這一排直接扛掉 因為他們會不會打得到 所以他也沒想到 他也沒想到你會需要這一個 上面這一排 所以他就把它扛掉 所以很多 很多 小鍵盤是 沒有上面那一排 沒有 那這就是Sophie 就我剛剛示範的這支Sophie 它也是 我現在正在做 然後即將 快要 可能要完成 因為他還有一些 零件 有些零件 在台灣幾乎是買不到 那 講完一點完 你可以去淘寶上面找 你只要知道他的名號是什麼的話 淘寶上面都會有 那台灣的話 有一點難找 有一點難找 有些幾乎是沒有 而且 有些電子零件是 台灣根本沒有 有像這個 這一排 在本他們的這個針座 這個小小短短的針座 我在台灣幾乎是沒有 我幾乎是找不到 要去 要去 淘寶上面找 台灣的針座會很高 那很高的情況下 會 會撞到LED 那這個Cony 他的 他的 他的Arduino在這 中間這一塊 那他上面還有一片LED 就你看到這個 這個 就你看到這個LED 他上面是Arduino 那如果你Arduino太高的話 你的LED就放不上去 所以在高度上面要去做測試 所以這隻是我們選擇 在測他的高度 那每個零件去配起來的話 情況不太好 好 這是ArgoDash的零件 那就是你在做的時候 有時候買他零件 然後開始把它做焊接 那 那 正面唯一困難的地方 可能就是焊接 就是如果你會焊接的話 基本上做這個東西 就不是太大的困擾 那 像如果在區域還有一個 零件就是這麼小 這是一隻 尖嘴槍 然後這個零件 就是這麼小的 然後你放了 焊障性 也不會很難 就是 就是擺過一次 大概就知道 兩星都壞掉好好下 這個是燈光的 燈光的酒界 所以兩星壞掉是沒有燈光的 你不要一起 基本還是可以用嘛 然後零件還蠻多的 不能慢慢做 你只要做一隻 出來 後面的你幾乎全部都會做 因為都大同 幾乎都大同下 所以只要做一隻 半隻 只要做半隻出來 其他東西 你大概都知道它是什麼 它是什麼用 好 那為什麼要做零件的鍵盤 就是它 對你的手來說 其實會比較舒適一點 你可以看我方卡在這邊 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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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鍵盤還有一個很酷 叫做自訂鍵盤配置 那到底是怎麼樣自訂的 就是 這個是我 我在用的鍵盤 就是 MO就是切換虛擬層 那這是一般 這上面是一般的功縮群 然後 這邊有Ctrl-C Ctrl-V 然後長按跟短按的不同效果 然後我的減下在這邊 就是Ctrl-X減下 減下 減下 複製貼傘 然後其他都是一般的打字群 然後 DF是挑到第二層 挑到第二層的虛擬層 所以它有 它總共有 我這支鍵盤有四層 那比較常用的話就是 一二三層 然後你可以把 Shift啊 Ctrl的位置都做調整 然後把你想 你常用的放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然後不常用的放在旁邊 然後這個是我常用的 我要選字 所以我就 移過來 公司移過來 就可以選 我不需要去移到什麼 這個方向鍵這一區 然後這樣這樣 這是第二層 所以我剛剛怎麼去選那個 注意的就是 輕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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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聲 三聲 四聲 輕聲 二聲 三聲 四聲 都在這邊 所以我按下MO 按下MO1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就可以在這邊直接選 我要有生物 注意的時候 我可以在這邊直接選生物 然後空白也是在這邊 空白也是在這邊 空白是 一聲 然後還有像 鞍啊 鞍跟庵 然後就把它放到這位 所以我的小拇指 就在這邊直接按這個位置 所以我的小拇指 你不需要去移到 你去忍地方 把整個工作區 就放在我的重心裡 那 這個就是 這個PMAB是 打電控專用 打電控專用 同一式鍵盤 這個CPUB是打電控專用 它是第三層 它第三層 它第三層就是 原本的CPUB壓制 然後 然後 這個就變成控板 因為我要跳 這個就變成控板 所以我右手拿滑鼠 然後左手就 按這些按鍵 那 N是 那個遊戲裡面 選角色用的 就是 你死掉的時候 你可以投進選角色 所以死掉的時候 就這個 就手贏過來 就是死掉的時候 按一下 就選個別的角色 然後我右手就 持續抓到滑鼠上面 那 這個是 這個是它另外一個 快點鍵 所以可以把 你可以把你想用的 快點鍵就放在 你最常用的那個位置 那它有很多層 每一層都可以去 自己去做配置 它的自立 所以它自立層 是還蠻不錯的 那全部的東西都是 幾乎都是開源的 就是QNK KeyCab 然後鍵盤的電路組 全部都是開源的 只要你在網上稍微搜尋一下 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然後你只要寫出來電路板 那零件可以在台灣找找看 如果你不是要做太複雜的鍵盤的話 零件一般基本上都有 不是太複雜的鍵盤 就只是說 譬如說 譬如說 有時候鍵盤是沒有燈的 然後它不是這種人工群 它是 像你一般的40% 60%的 那種鍵盤都有 你不要做太複雜的話 你只是要按按鍵的話 不要太複雜的零件 台灣都找不到 台灣都找不到 好 什麼東西 這個鍵盤怎麼做起來 什麼東西最貴 什麼東西最貴呢 鍵帽最貴 就是你看到這個鍵帽 它是最貴的 一副鍵帽的價錢 大概就是下面所有眼鏡 大概就是下面所有眼鏡的錢 鍵帽跟總 這兩個是最貴的 你下面這些電路板啊 黑外殼 什麼二級幾八千多東西 其實根本沒有多少錢 你喜歡哪種鍵帽 你越喜歡的鍵帽 它會越貴 越漂亮的鍵帽 會越貴 像這種 像這種鍵帽 白色字 白色字大概一千五百塊 才利 就只有鍵帽而已 黑色字的話 如果這個字是黑色的話 大概要兩千起跳 兩千起跳 那如果有什麼 什麼大溪霧風 什麼華哥的這種 那個都三千多塊 光鍵帽就三千多塊 所以你要擔憂的不是 不是下面這些東西做不出來 而是上面都最軟 你買不起 擔憂的是上面這一層 哪個起 然後下面做好了 結果上面就差這一點點 你就想要裝一個什麼樣的鍵帽 可是它是很貴的 所以最發現其實是鍵帽 而且 鍵帽 我做的時候也發覺說 鍵帽會 你會一直想說 嗯 下禮拜來換一下鍵帽 就沒有話 下禮拜來換一下鍵帽 看看什麼新的鍵帽 比較漂亮 不確 可是 用那個東西之後 我發覺它真的還蠻好用 它也是一個蠻大的市場 因為 台灣這邊還沒有什麼在用 它稍微有一些缺點 比如說 像 用這個ErgoDash 它比較高 它其實有點高 那 裡面有一個手拖的話 它其實會 會讓你的手 有點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你需要一個手拖 那時候手拖也是 早半年找不到 會有發現一個神奇 用好用的東西 在市面上都取得得到 然後非常容易取得 非常容易組裝 隨意可以調整你的高度 然後也非常符合手 它的軟硬度也剛剛好 可以撐起你的手 又可以 不讓你的手過敏 然後又可以讓你 有點軟軟的感覺 你手流汗的時候 還會幫你把你的汗吸掉 這東西實在是太偉大了 非常的 好的一個手拖 就是各位的名片 這樣把各位的名片 鎧桿綁起來 然後 你可以 不夠高再多點緊張 太高就抽到緊張 然後把那個 紙質 紙質 最好的太高在上面 你的手就 就會很舒服 把橡皮筋把它捆起來 就不會滑動 這個手拖就不會滑動 但我現在 其實 除了這個 這是真的在用 現在還是在找 適合你的手拖 這不會 有點找不到 我們前來還在想 要不要去定 做 這不會也是 但是 到底是為什麼我要去做這個 這個鍵盤 因為它的高度 你可以看到它就這麼高 它其實還可以再小一點 你可以看到它的厚度 這兩個厚度就差很高 這個加上鍵帽 這個的鍵帽也很高 這一支的鍵帽也很高 所以這個厚度 就差快一半 所以像這樣的鍵盤 你看 它那個高度就知道了 它那個高度就差很高 所以你手在用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不需要手拖了 所以為什麼我會去做 這支鍵盤裡面 一直在這邊 但是手拖在那邊做 那在做這個鍵盤的時候 有些零件很小 你看 這是一個很小顆的機體 然後這是一個很小顆的LED燈 它比一塊錢還要小的多 那它小就算了 它小也不是男士 它的男士是什麼呢 它的焊接位置是一個洞 是一個洞 所以當你把這個連接 放到那個洞裡面 它會掉到地上 可是它的焊接位置在 它的焊接位置在 PCB的上面 你把它放到洞裡面 它會掉下去 它怎麼焊啊 你懂我意思嗎 它是一個洞 它沒有什麼支撐物 把它放出去 掉下去 然後把它拿起來 再放進去掉下去 你要把它平嘛 拿到它跟PCB是平的 才有辦法做焊接 它不是平 它會掉下去 所以有些東西還滿成 就是 那個 這個連接就是這一支 就是這一支 人家可以看一下 最後它是什麼焊接 你知道嗎 它會掉下去 這就是玩這個焊接 就是 你對焊接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個東西還蠻好玩的 你可以去 做練習嘛 去挑戰人生的一個經歷這樣 好 所以就是 額外的話就是 QAK小夜燈 我就剛剛講 電盤會發光嘛 所以就 早上離開 下車就把燈打開 然後就出去工作 晚上回家的時候 就很開心 就看一邊 會閃閃亮亮亮的 它會 跑碼燈 什麼之類的 你可以把那個 QAK小夜燈 好 好 那我 用這個鍵盤 大約花了 快兩個禮拜的時間 去習慣它 需要時間去習慣 還要時間去調整 所以它不是一個 可以快速入門的東西 它並沒有這麼簡單 它的使用上 沒有那麼簡單 那你必須先 有使用 分疑式鍵盤的經驗 你能夠習慣 手分開 這個其實我剛開始 還是需要斷行私利 我覺得原本是這樣打 像這種鍵盤 你還是 基本上還是這樣打 可是打到這種鍵盤 你一定是完全這樣子 其實你會 剛開始會有點不習慣 然後它又是直列式 它又是直列式的 所以你每次找不到按鍵 大約花了 快兩個禮拜的時間 去習慣這整個 整個改變 所以它是一個 習慣 你感覺真的非常的 難跨越 你可能在動作上 你需要快一點 可是 你用了這個鍵盤 習慣的時候 打不到我要的東西 很生氣 它會需要做一個改變 需要使用時間 因為我們有打中文 所以我們會需要 打到最上面這一盤的按鍵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缺點 就是 像這種太高的話 裡面有一個很好的手托 你會打不到上面這個按鍵 其實你去注意 所有的鍵盤設計 他們的外殼跟手托的部分 一定會 比這個鍵盤還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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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點 比如說這個燒外 它一定會做到類似像這樣子 你去稍微注意一下鍵盤的設計 或是甚至比它高一點點 或是差不多這樣子 因為你的手放在這邊的時候 就會直接 就會直接跟鍵盤一樣高 你就不會有 按不到鍵盤的困難 因為手托 你手托太低的話 就會按不到 你伸直或 你看我這樣伸直 會按不到上面 伸直會按不到上面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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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盤會做高的話 你才有辦法按到上面 所以手托跟高度 是一個 蠻大的感到 那 有一個Facebook的 粉絲團 叫做 鍵的圖 就是 鍵的圖 那 大家 加入這個Facebook的粉絲團 就是 我們有幾個銅號 就專門在玩鍵盤的 那 大家會在裡面分享一些東西 那如果大家以後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裡面 找到我 或找到其他人的協助 就是 非常好玩的 我們就說 鍵的圖 好 那最後一個是我的 網站 就是專門在講這些 靈魂的鍵盤的網站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參觀一下 好 那今天 做到我呢 來 請問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來這邊 我們 看看自己 喜不喜歡這個鍵盤 我之前要噴一下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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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今天 會有防疫的關係 我今天是噴少還是噴的 都會噴 我兩個都會噴 如果大家如果使用過 就把它噴一下 這台可以這樣噴嗎 可以 沒有問題 不會跟電梯按鈕一樣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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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個泡 我還是要酒精太開心 沒有這個 鍵盤沒有那麼容易壞 你不要覺得它 除非只有咖啡跟水溫 咖啡會讓它壞掉 水還不一定會讓它壞掉 水會 水要停掉 它乾掉 咖啡會比較會讓它壞掉 咖啡會比較會讓它壞掉 對 酒精熱活動 很難心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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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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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過來看看 這個請教試一下 如果 呃 可以拉上椅子來做 大椅子坐下來 看 會比較有 看 我今天是帶分補過 帶什麼 帶我的肩膀過 拿到你坐下來看 因為你坐下來 你的高度才會 比較剛剛好 我先做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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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這些 我先做 tätä 我先做